哈嘍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茵茵 今天邀請到萬通國際 魏明運分析師老師好 茵茵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老師目前是台灣機器人展的展期 那投資朋友有沒有一些相關的類股 受惠股可以留意的呢 我想就是說 從昨天延續到這個禮拜 禮拜六展開 就今年度台灣機器人 跟智慧自動化展 畢竟針對這個波段 就是說今年度這個展期 等於說特別針對 未來工廠的一個概念 畢竟未來工廠他整合 包括從製造端 到一個應用端 總共六個主題 相對於這六個主題 當然這一次展覽也 吸引了總共高達1100多家廠商 甚至包廂 總共設了大概超過4500個攤位 我想這個規模 算是很大的一次展期 畢竟我想針對這一次 這個六個主題 我想再比較特殊的一點 就是說他有針對這個 弧物型機器人的一個應用展區 也推出過這個新的一個展區 畢竟我想針對就是說 以目前這個階段點的一個台股的部分 就是說 從上個禮拜 禮拜四 這個拉回就是當天 也跌破這個年線 六條均線全破 那全破的後續當然的話 就是說這個波段 從上個禮拜四延續到今天這個指數 一樣創這個波段反彈新高 也在最近這個波段 這個大盤已經整整漲了一個309點 那畢竟等於說 畢竟到一個月線的一個壓力區 那相對我講 這個機器人展 帶動了一些相關的一些個股 尤其說這個簡單點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要去買的一些個股 我想希望各位 等於說我們就提供各位 提示兩個方向 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是針對一些強勢個股 強勢主流個股 包括像一些5G的一些概念個股 把握住他的一個回撤的一個買點 第二個你可以針對一些 低基期的一些個股 他已經產生蠻一點訊號的一些標的 來做到他買進 畢竟我想相關跟這一次 這個機器人展有關的這些個股 目前這個階段點 由於就是說前一個波段 大概主軸都是落在電子股 那相對來講 這些相關的一些 機器人展的一些個股 反而都是落在一個相對的低基期 這是蠻值得各位去做 他要明明一些留意的 我們再看一下線圖的部分 我想包括就是說 這個機器人 這個台灣機器人工業的一個龍頭 就是2049這個上癮 我想上癮他是主要 針對包括像工業跟醫療機器人 他那個主軸 每一年展覽都會推出 這兩個方向的一個主軸 那當然我想上癮這家公司 等於說這一個波段 畢竟他從高檔一路修正回來之後 大概也歷經他一個月的一個時間 我想以針對2049這個上癮 在今天他也正式產生這個 波段的一個買點訊號 那配合這個展覽 我想就是說展覽的一個部分 針對不管是體裁性 或者是說這個實際上 展覽創造出來的這個營收 等於說都會 對這一家公司 會有一個直接的一個挹注 那當然配合的一個基本 技術面的一個買點訊號 產生也一樣 蠻值得各位把握住這個所謂的 低基期的一個買點 這針對上癮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就是說 針對這個2308 台達電的一個部分 我想以台達電 他們他的最主要的主軸 都是落在一個智能工廠的一個 Solution 就是相關的一個解決方案的一家廠商 那畢竟我想以台達電 目前這個經營點 大概已經經過 他快前進兩個月的一個平台的整理 那畢竟目前我想以這檔標的 短線上剛剛好一樣 波段買點做個弧線 那當然要往這個 也可以值得我們所有投資朋友 去做到他密切的一個留意 配合他一個題材的一個演進 那再來我還有一個針對就是說 今年度有新推一個 所謂弧物型的這個機器人 那包括像這個2352的 像加斯達 我想加斯達一樣是屬於低基期 買訊剛好在上個禮拜 做一個產生的一檔標的 也值得各位 我們不需要去用追價 你可以把握住他的一個 停頓的一個拉回的一個買點 包括像這個星光寶錢 9925的星光寶錢 我想以這檔標準 一樣是屬於一個蠻低基期 蠻低基期的一檔個股 那相對我想他 買點訊號也剛剛好 在這一兩天產生的大化 這個一樣蠻值得各位 比如說你的一個操作是屬於一個 不是屬於一個太偏 短線操作的投資朋友 我想這些相關一些 像機械類或者說 這個相關題材線的這些個股 就傳產一些標的也蠻值得各位 你是踩一個小波段操作 配合他那個訊號來執行動作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買點 那你要包括像其他相關一些 跟這個機械有關的 不管是說像2464的像猛利 上個禮拜才產生買點 你要包括像24 就是說下一檔 下檔2467的像自勝的部分 一樣在上個禮拜產生這個 蠻底部的一個買點訊號產生 包括我們看最後一檔 這個8234的新漢 我想這檔標題是屬於一檔 創高之後 他經過一個回撤 整理回撤之後 今天一樣剛剛好 產生這個波段買點 畢竟我想 針對這個個股的一個切入 我們就希望各位 你要針對 包括像他的一個短 短線的一個買點訊號的一個產生 畢竟我想這些個股 相當於波段買點陸陸續續做產生 那針對短線的一個買點的一個不負責 我想 吳老師我們都會在我們這個LINE AT 第一時間 在盤中給各位做到直接分享 那也可以請各位 直接加入之後來密切 掌握住這些個股後續的一個動態 是謝謝魏老師的分析 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選股策略 還要教魏老師的LINE AT 那產生計程師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